神农架,一个隐藏在云雾之中神秘莫测的自然奇迹。神农架位于湖北西部边陲,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画。这里因植被茂密,森林覆盖率高达85%,成为三峡最大的天然绿色屏障,被誉为植物王国和天然花海。 神农鼎是林区的主要景点,这里不仅是华中第一峰,更有华中屋脊之称。站在海拔3106.2米的顶峰,放眼望去,群山环绕,云海翻腾,仿佛置身于世界之巅。 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,是华中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亚高山沼族湿地。九个大小不一的湖泊,像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明珠,每当沉雾缭绕时,湖面映出的倒影,美得令人窒息。 在神农架的原始密林里穿梭,时而晴朗,时而急语。你或许能偶遇野生的猕猴和金丝燕,或是见到珍稀的大熊猫,甚至听到传说中的野人在森林中的回声。 在这里,没有城市的喧嚣,只有林间从从的溪流,让人不禁感叹,这就是人间仙境。 三峡人家,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林峡境内,是中国首创的原生泰,场景室,体验型大型民俗旅游区。 古老的吊脚楼,衣衫傍水,山里的妹子在船头唱起情歌,这里的风景如诗如画,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温柔。 来到宜昌,还为了它另外的一张城市名片,作为世界文明的三峡工程所在地。 三峡大坝是中国治水星邦千年梦想的圆梦之作。 三峡大坝高度达到181米,全长2335米,总库容量393亿立方米,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,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水坝。 三峡大坝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象征,更是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和谐共融的杰作。 它的建成不仅巩固了长江的脉搏,使之成为抵御洪水的坚固屏障,还孕育了卧野千里的灌溉奇迹,为农田带来生命之水。 同时,它的蓄能发电功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亿万家庭的希望之光。 此外,三峡大坝的通航功能,更是架起了一座连接南北的经济大桥,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与融化交流。 这座大坝不仅仅是一项工程,它是中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景景,是大国重器的骄傲,也是世界工程史上的辉煌篇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